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表态认同同性民事结合 在罗马上映的一部纪录片中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亦改天主教过往对同性恋的看法 表示他认为应该容许同性恋者做民事结合 这是迄今为止教宗在这方面最明确的表态 广泛认为他比两位前任本赌十六世和保罗二世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更加开放 这部名为弗朗切斯科的纪录片 讲述教宗方济各亦生的事迹 在罗马电影展中首映 教宗方济各的言论与教廷的立法矛盾 备受争议引发全球天主教分裂 根据当前的天主教教义 同性恋关系被称为越轨行为 梵蒂冈教义组织信理部在2003年表示 对同性恋者尊重的同时 不能以任何方式导致可以拒绝同性恋行为 或合法承认同性结合 根据报道 菲律宾退休主教说 教皇说法令人震惊 他明显导致不道德行为 美国主教说 这违背过去保罗二世 上界教皇的立场 婚姻是一男一女 我们尊重同性恋者 但绝不支持和法律承认同婚 德州大主教指 梵蒂冬天宫有邪恶 作为基督徒 你个人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以下留言 感谢观看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格 Judea Meeting